太多玫瑰没有荆棘 最好的方法是美丽的 谁去改变了你 改变了你 即使你或是你高兴 会有了全新的爱你 爱你会想念在我的心里 真言看看我们以后怎么来的 随便你们跟我介绍什么样的牌子 美丽少年在我心里 只言看看我们以后怎么来的 周深周延版《玫瑰少年》掀起网络论战 刘水记梁元站出来发声 这一次音乐让天字的声音三终于团结在一起 真没想到充满无限人文关怀和励志情怀的天字金曲《玫瑰少年》 居然在微博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其实这不单是艺术水准 欣赏水平的问题 这更是观者动机 世界观和为人品行的综合表现 一首歌的改编 就不能有社会不同背景 个人特征因素 及时及警 和创作人自己愿望的体现吗 更没有什么政治渊源 何故上纲上线 甚至无中身有呢 我们都有责任 尊敬 支持 保护那些有正能量 传播真善美的歌者 而不是对他们求全责备 鸡蛋里挑骨头 面对二把刀的微薄 月拼人鸡黑粉的恶意起哄 天字节目组的剑音团成员 刘水记和梁元相继挺身而出 为玫瑰少年证明 其实看周深不爽的黑粉 一直都在蠢蠢欲动 由于周深实在是太谦逊 太励志了 所以这群人除了拿性别说事 别的黑话黑语 接上不了台面 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搭理他们 这次周深和周延演绎的玫瑰少年 刚一播出便好评如潮 但由于这首歌当年创作的灵感 来自于一起校园霸凌惨剧 于是黑粉们便以此为契机 并利用周延过去 在演唱风格上的某些正义 直指这首歌在编曲和演唱风格上 对原曲部尊重 还拿男唱女生来一起说事 周深从高纯度草根一路拼搏逆袭 他对音乐的执着和对舞台的尊重 全都肉眼可以看见 这一次梁源终于说对了 上纲上线也情有点水平 别动不动就伤害谁了 周延在rap创作上很尊重原曲意境 rap的词也很正能量 而周深更是用千尘不染的天籁之声 一片深情地展现了原创作者想要抒发的心声 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 同时也让更多人关注这一类社会问题 你去盘浪运那就随风去 世界如此多的道理 那你自己 世界如此多的道理 那就当着自己 笑容中的我 你 花花不回到这次才没有动摇 我唱歌搞定 自己 收入紧我 都行 把我画作藤家衣服比作剪刀 两句解释为何正能如此喧嚣 我是谁的解药 谁又害怕扔掉 花花枯萎掉是姿态没有动摇 遇到逆程何必抱怨你 去管后遇那就随风去 世界如此多的道理 那就当着自己 真猜 嘿嘿 手动播放我的pa to really really be free 大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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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静静 最后我不是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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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谁只答应了你 你是你 或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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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呢 都不能让你去 乔弦 удь要开 Möglich 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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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